凌晨三点 凌晨三点 经常用流产性 根据传统农业耕作 总结出来的规律 那么对于靠近水边生活的渔民们来说 他们生产的规律又是什么 这段时间对于黑龙江省 多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的老乡们来说 是一个收获的好季节 他们把自己的生活 总结成朝三晚九 这是怎么回事 每年古雨前后一个星期 对于生活在杜尔伯特县连环湖的渔民来说 都是重要的日子 一大早他们就在湖边忙碌了 他叫韩红昌 今年53岁 与水和鱼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 是这里很有名望的鱼把头 他现在在做的就是给鱼设迷魂阵 陆地上的各类迷魂阵我们见多了 但这水里的迷魂阵该如何设置呢 当地的渔民把这种捕鱼的方法叫做网驳捕鱼 他们通过给鱼设迷魂阵 诱导鱼进网 这种捕鱼方法要随着季节的不同和水位的变化设在不同的地方 按照习惯 他们一般都会在正式开湖前把网驳安装好 每年春节过后 随着春天脚步的来临 杜尔伯特湖面的冰层开始逐渐融化 一直到4月底 也就是古雨前后 冰层完全融化 这个时候就可以渔业生产了 也就是当地人所说的开湖了 而他们现在在做的 就是要为这次开湖的第一次捕捞做具体的分工 由他们来协助寒把头一起捕鱼 庆祝开湖 分工很重要 韩把头为了确保第一网能捕上鱼 要根据每个人的特长进行整体的调整 安排好人选后就要分头进行准备了 咱们去年用过的网 今天如果要享用的话 还得重新修补一下 就是这些破了的地方 对对对 像这边这就破了 我们俗称就叫吊杆了 吊杆了就是不缺肉 然后再给它连上就行了 像这种窟窿就需要这种工具 这里还有一个窟窿 然后可以穿这个线 特别像缝衣服的针 只不过就是放大板 对对对对 当然它略有区别 就是这里从侧面看 这里有一个弯度 就是弯弯的 这就是我说的区别 这个弯是有讲究的 那个缝衣服针是直的 但它为什么要需要有个弯呢 就是在咱们挑网的时候 它方便 穿过去 如果要直的呢 你就得要把网揪起来 然后才能穿 这是咱们老祖宗的一种智慧的捷径 像这种网上有大窟窿的 就要用梭子来缝了 因为梭子本身上带有线 缝起来会更加的方便 开湖对于休息了好几个月的渔民来说 是盼望已久的大事 他们早早的就提前准备了 按照以往的经验 我们开湖的头一天 是要把网装在船上的 不耽误第二天正式捕鱼 这个网呢很大 整整装了一车 长呢有1800米 高是10米 我们得用10个人 才能把这个网装在船上 这个船呢是只能装网 不能装鱼的 捕鱼的时候呢 这个船交网用的 射网之前是不能随便下湖的 咱们首先要看看天气 其中呢有三点 第一呢是有大雨 咱不能下湖 第二点呢 咱们是四季方向上 是不能下湖的 第三点呢 就是看看咱这湖里头 有没有白头浪 有白头浪是不能下湖的 第三点呢 都是从那个安全角度考虑的 咱们得保证渔民 安全全得出去 安全全得回来 连环湖是宋嫩平原上 一个大型潜水湖泊 最深处五米左右 高水位时水域相通 形成连环 因此得名连环湖 连环湖由哈布塔泡 红圆泡 西湖路泡等 十八个湖泊联合组成 每个湖泊 都有自己独立的把头 每年轮流负责开湖 而这开湖的第一网鱼 还必须是拉大网 大伙把今年的开湖 定在了西湖路泡 咱把头就是这里的带头人 可正式开湖不是第二天吗 怎么现在就下网呢 咱们那个湿网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调整网剧 不以打印为主 为了明天正式开网 做准备 刚刚下去的网 怎么现在又要收上来 这个网就是出现了一点问题 咱们机械也出现了一点问题 所以说 一会儿我要过来一个船 载着这个船走 咱们再重新再调湿 今天一直就是在调湿 这个让达到最好的效果 然后明天咱们顺顺利利 开湖 原来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第二天开湖的时候 可以捕到鱼 他们认为只有开湖了 才能代表这一年的鱼业生产 正式开始了 天还没有亮 当大多数人还都在睡梦中的时候 喊把头一家就热闹了 他们已经为当天的开湖 做准备了 奶茶是我们蒙古族 一年四季参餐必不可少的 煮奶茶的时候 首先要倒入清水 再把茶砖倒碎后放到水中 大火烧开 用小火再煮15到20分钟 煮到茶汤变浓 茶味变香的时候 再倒入盐和炒米 再煮5到10分钟 煮到米花开了 米香味出了以后 再倒入牛奶充分的羊 羊到牛奶和茶充分的融合以后 奶茶就做好了 多尔伯特是黑龙江省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 生活着很多蒙古族同胞 喊把头的爱人就是其中之一 像开湖这么重要的日子 需要可以增添能量的食物 地道的蒙古族锅茶 就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现在这个屋子里面 全部都是这里面的这个味道 都变得特别特别的香 这炒得到好多佐料是吗 对对 有牛肉干 奶皮子 还有炒米 黄油 大枣 这是相当于是炒佐料是吧 对对对 炒完之后把奶茶倒进去 就是我们刚刚熬的这锅奶茶 对刚刚熬好的奶茶 现在就可以全部倒进去吗 全部倒进去 哦 是蒙古锅茶 就是用这个铜锅做的茶 对对 里下面这些呢 这是煮奶茶时候放的炒米 就不要了 对这就不要了 因为里面已经有了 稍微再煮一下 一锅浓香的锅茶便做好了 按照韩把头的习惯 在正式吃早餐之前 都要喝上一碗儿子做的锅茶 一顿丰盛的早饭 是愚民一天劳作 必不可少的能量补充 对于他们来说 这顿早饭极为重要 因为这一餐 要支撑起他们大半天的时间 作为这批捕捞者的带头人 韩把头在临出发之前 给大家做着最后的叮嘱 来 喝一杯奶茶 今天大家肯定非常辛苦 祝我们今天打个红网 但是有一点 必须得注意安全 来 干 一切准备就绪后 天也亮了 马上出发 在湖上作业 穿戴绝不能马虎 水库和救生衣是必须的 船发动了 向着选好的下网地点 小心地行驶着 能不能捕到鱼 还是个未知数 在紧张的气氛中 充满未知的一天开始了 可是硕大湖面 究竟哪里才有鱼呢 这个湖面太大了 所以就感觉就像在海上一样 那这么大的湖面 我们要开到哪里去 我们要准备把船 开到这个深水区 要在深水区下网 深水区呢 它有大的鱼群 我们就是多捕一点鱼 对 是的是的 今天是西南风 我们准备在深水区下网之后呢 在上方头出网 也就是在西南岸出网 所以我们要去这个西南的方向 对对对 是 现在正在往这边开呢 大网不是随便想拉就能拉的 每次下网 渔民们都要经过仔细的观察 和凭借多年的经验来判断 捕鱼说起来简单 可其实这里面的学问大着呢 在什么季节捕什么鱼 用什么方式捕鱼 都是有计划的 他们要遵循鱼和湖泊的自然规律 我们现在已经到深水区了 来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两个船是 编在一起开过来的 现在呢我们就要把它解开 两个船分别 负责撒一刹网 一个船画一个半圆 最后形成一个圆圈 这个圆圈是越大 越圆越好 这样的话我们捕的鱼越多 全的鱼群多 我们捕的鱼就多 现在就这样分开了 对对对 分开 前面分开 开始 开始撒网 你可以跟他说再见了 一会儿我们就去一起了 半个小时以后 所谓拉网 就是将两艘大船 撒下水中的大网 形成一个圆圈 鱼网的两头相距近千米 鱼民各持一段绳索 慢慢拉网 并向中间靠拢 最后形成合围 这些粗犷的东北汉子 在船上干活 感觉更像是在演出一样 船就是他们的舞台 这边有手舞足蹈的 那边还有摆各种造型的 他们用的这些工具 虽然看上去简单 但都是渔民们 世世代代在劳作中 创造出来的 蕴含着渔民们的智慧和经验 现在就可以开始交网了 我年轻的时候都在岸上 用人推的那种马轮的脚 用一到两个人 转圈这么推 现在这通口改进 咱们改到船上了 用机械交往 这就是咱们现在改进的 机械交往 我们那个网 每一段都有一咕噜绳 我们就是逐步的搅这个绳 搅上这咕噜绳 再搅下一咕噜绳 一直搅到最后 网也上了 绳也没了 那鱼也就进到网箱里来了 像这样的捕鱼 要持续数个小时 虽然湖面上刮着风 但阳光却很好 汉把头说 好的阳光 可以让水下的含氧量提高 鱼群的密度会很大 但是这能够预示着 鱼群就在附近吗 这张大网 也牵动着渔民们的心 尤其是汉把头 他很在意 今天自己的判断是否准确 因为这关系着他的声望 而影响他的声望是小 更重要的是 关系到渔民们的收入 前辈们发明了实用的工具 也留下了做事的规矩 此刻岸上的人们也没有闲着 准备了盛大的开湖活动 按照传统开湖的时候要举行当地的济湖济鱼仪式 大家伙一起虔诚的祈求 希望此刻水下的大网能有个好收成 也希望他们所在的这片水域 鱼肥水美 年年丰收 而此刻的湖面上 却没有预想的那么顺利 网在水下走了四个多小时 可眼看着这网一点点收上来 却一条鱼的影子都没见着 本来还充满期待 前来围观的人们 渐渐变得不耐烦了 紧张的气氛 开始弥漫开来 这到底能补上来多少鱼 谁都说不准了 但寒把头似乎很沉得住气 咱们网往上绞的时候 鱼是往后跑的 前面大部分是没有鱼的 绞到差不多的时候 需要查一个网箱 木箱 没有盖这种木箱一样 这个边就是箱子那个边 这个咱们看到的就是那个底 看到那个没有网的那个口 其实已经是有那个边的铁链了 谈现去了 等到我们网和鱼都进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把那个铁链子粥起来 这样的网箱就形成了 鱼和网全部进来了 设置网箱是为了更好的把鱼圈在一起 捕鱼是既靠经验也靠运气的 究竟能不能顺利开湖 在收获之前都是个未知数 就在大家快要放弃的时候 让人欣喜的一幕开始了 湖中的鱼被圈在一起 翻腾跳跃旋转 随着捕捞上来的鱼越来越多 一条条鲜活肥美的大鱼被拉到了岸边 围观的人们也兴奋起来 水底的世界好像被整个打捞上岸 鱼民们又一次获得了丰收 来来小岁 这是我们开湖第一网的头鱼 那个我们每年呢 开湖第一网都要选一尾头鱼 你抱抱沾点洗劲 这是最大最大的哈 对 我长这么大 这是第一次抱了这么大的鱼 多少斤啊 这个它有二十多斤 那我们这次算是打到红网了 打到红网了 打到有两万来斤吧 那我们现在是待了有 我们都有六七个小时 但是换来的是满满的收花 对对对 就像在这个鱼海里一样 然后看到了鱼跳跃起来的场景 这就是藤鱼 对对对 藤鱼 湖开了 鱼醒了 水也欢藤了 当大家都在为眼前的一幕惊叹的同时 也许并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 网中拉上来的大部分鱼 可达到一二十斤 最小的也都在三斤以上 这正是鱼民们心口相传的规矩 捕大留小 大网眼使得还没有长大的小鱼 被人为的漏掉了 来来 看这鱼 是活帮的 这鱼 来 放这鱼 好 胖头 要个十来斤的胖头 给我来四条 就像买咱们这个野生的鸡 对对对 尝一尝 那准备买多少呀 我准备买六条八条 八条八条 八条吧 八条鸡 就您二位来的呀 对对对 我们都不俩来的 我们是全家吃 这个鱼才鲜来 特意为这个鱼来的 湖边到处都是收获的喜悦和满足 这一刻大家忘记了之前的焦虑和辛苦 鲜活的鱼充斥着每一个人的眼球 这也许就是收获的魅力吧 从五里捕上来的鱼有一部分卖了以外呢 剩下一部分呀就要放到我身后的这十三口大锅里面 然后呢做成不一样的鲜味 然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品尝 有酱炖 清炖 还有炖茄子 就是因为各种做法哈 您做的这是什么呀 我这是清炖 没有颜色 这一锅里下四条鱼 大约二十大斤吧 一条大概就是四五斤左右 那这十三口锅我们今天中午一共要吃掉 二百多元一锅 那这么多 那够了多少人来吃呀 您觉得 那得超几千人吧 几千人一起吃鱼啊 喝汤吧 先吃鱼吃喝汤 一趟更鲜美哈 喊把头说 开湖一直都是水边渔民的传统习俗 从今年起还举办成了节日 来了很多外地的朋友 好的东西要分享给大家 只要是来参加开湖的 都可以最先品尝到这开湖后的第一网鱼鲜 开湖后 渔民们就要进行日常的捕捞了 两三个人一艘小船就可以养家湖口 我们聊湖水资源很丰富 除了很多大水面以外 还有很多勾勾沙沙 水草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 这就需要我们用花篮去谱 花篮呢 很小很方便 大致形状就像一个放倒的水桶一样 鱼链是从两端进入花篮里头 我们要是取鱼的话 直接提起来 把鱼倒上来就可以 韩把头是个老渔民 几十年来总结了很多捕鱼的经验 比如说地毛要放在潜水的地方 而地龙一般只能捕获小虾 网驳则要设在湖湾里 挂网是根据网眼的大小 捕获大小不一的鱼 这些虽然听起来简单 但却是韩把头多半生 总结出来的捕鱼宝典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根据每种鱼的特质 会制作成不同的鲜味 在我们莲湖这嘎嘎 鱼有好多种 不光是炖的食 还能生驰 这是我们的泡河里边的黑鱼 这个鱼主要是刺少 一根骨头 涮瓣的肉 吃什么特别的有嚼头 这个黑鱼就是我们最传统的办法 搁点大头菜 圆虫香菜 先把这个盐 喂树白糖 把这鱼肉 还有醋啥的 先刷一刷 刷完之后吧 然后把这个菜拖在一起 这就好了 可以吃了 喝点小烧酒 嘎嘎香 在当地有句话 说一个不会烹饪鱼的厨师 就无法在杜尔伯特立足 家家户户的餐桌上 更是离不开语 而周长来要做的 就是这湖里的六仙 腌制主要是为了入味 周长来又把腌制好的鲤鱼 放在了锅里蒸 可咱们做的不是熏鱼吗 这熏又是从何而来呢 我们家乡这个传统的做法 是撒上白糖 搁上点茶叶 叫香菜 挺香的 然后把这个鱼在搁顶上 我看现在这个锅里旁边 已经这个烟已经起来了 而且我们现在整个屋子 一股定有烟熏的味道 这就是我们这个 用白糖熏的方法 让它起黄烟了 这鱼马上就出锅了 好嘞 开盖是吧 对 哇 看现在这个鱼的颜色 已经变成了这种焦焦浑浑了 这就是这儿的熏鱼 对 这就是我们当地的熏鱼 同样需要腌制的是白莲鱼 每种调料都放的相对多一些 放在阳光好的地方晒上几天 就成了当地人口中的鱼坯子 做好的鱼坯子可以保存好几个月 等到修糊的时候 它就成了餐桌上的主打菜 丰富的鱼液 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总结出了很多保存鱼的办法 风干肠就是另外一种 把草鱼的鱼肉 从大的鱼骨上踢下后 切成小丁 拌上调料 加入自家酿制的本地小烧 灌到肠衣里晒干 就是鱼肉肠了 吃的时候蒸一下 别有滋味 小处医啊 在我头上带了好多些 想不想吃点什么新鲜的洋碗呀 有什么好吃的 马上就给你做 我们这的汉堡 但是是用鱼肉做的 就是前面的这些东西啊 对对对 这个是我们农家的 发面的小烧饼 这个是我们炸的一种肉酱 你看像不像 那个西方的沙拉酱 可能就是吃起来 会是咸口的对吧 对对对 把这个酱抹在这个饼里边 然后呢 把这个炸好的鱼肉饼 放上去 对 再放点这个生菜 再给点这个肉酱 你看香不香 汉堡 对 特别特别的香 而且每一层什么都有了 其实他们口中的六仙 指的就是从连环湖上 捕来的六种鱼 大的胖头鱼用铁锅炖 旁边再贴几个玉米小饼 嫩滑的鱼鱼可以剁碎了 掺点淀粉和鸡蛋 炸成脆的鱼鱼饼 也可以活成馅 放在窝窝头里 总之做法多种多样 但品尝的却都是一个仙字 咱们今天做了一大桌的那个 胡鱼 请大家品尝我们湖里的六仙 来 共同喝一杯 祝贺我们开湖成功 成功 这里的餐桌上从来不缺少鲜味 可大家却从来都吃不腻 这也许就是当地渔民心中 一种改也改不了的情节吧 来 儿子 今天这么高兴 你给大伙唱首歌 祝福庆 行 那我就给大家唱首歌 来 你给我帮个舞 好 这就是连环湖渔民的生活 解放四林聚在一起品尝着鱼鲜 空气中的鲜味也弥漫开来 他们庆祝着开湖 也期盼着这一次的红网 能给大家带来好兆头 开湖后 杜尔伯特连环湖的渔月生产就正式开始了 像这样一直可以持续到立冬前后 待湖水慢慢结冰就停止水中作业了 到了十二月底 冰层达到一定厚度的时候 渔民们又要穿上厚厚的冬装 在冰面上进行一个月的冬补 然后进入三个月左右的修护期 继续等待来年开湖的到来 这样循环往复的生产过程 正是当地老乡们遵循自然法则的体现 我们也希望他们每一年都能有满满的收获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每天收看我们农业节目的朋友们 我们在这里要提醒您 记得拿起手机 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摇一摇 摇TV 获得惊喜福利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节目信息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的官方微博 微信 手机客户端 也可以登陆央视网 查询浏览 欢迎馆当观众和我们交流互动 我们会认真阅读您的每一条留言 今天节目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一个出生江南的画家 却对西北的黄土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60年 他画的几乎都是黄土地和黄土地上的人 很多次的春节 不在家里却要去摇洞和老百姓过 现在刘文熙年事已高 只要去黄土高原上写生 依然充满活力 下期将土 通过画家刘文熙的一次外出活动 看他对黄土地的依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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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